多空轉折 盡在盡折 又是一集非常精彩的盡折解盤 我要非常盡折的 帶你來看盤 帶你看懂盤式 親愛的投資朋友 今天下午我相信 又是很奇怪的節目一大堆了 又告訴你說這個行情 非常棒非常好 我想今天漲了239點 今天的行情很好 每一個人小學生都知道 但是重點在什麼地方 為什麼我說今天盡折解盤 不但要帶你看懂盤 而且很乾脆的跟你說 只買了一檔被動 只買了一檔被動 就跟你講了 只買了一檔被動 當然我們必須要分開一下下 那麼我也很直接了當跟各位講 九層資金保持謹慎 為什麼一直跟你強調說 問你到底有沒有掌握住這個盤式 各位注意 你如果看其他的節目 在那邊跟你歡天喜地的 我很想講一件事 大概是從10月3號開始到現在為止 通通沒有賣股票 通通套牢 現在解除壓力 你覺得這樣是有賺錢嗎 等一下在我節目當中 我相信很清楚的 你看到我10月3號先進空了手上的所有的股票 然後逢低才開始準備動作 而且我們是非常有計畫的動作的 等一下我會告訴你一件事 還是要保持謹慎 大家都說今天漲了239點沒有問題了 沒有問題的話 那為什麼昨天跌了666點 所以我說一開始先問各位一件事 你真的看得懂盤嗎 如果昨天跌下來會哭 今天跌下來只會笑 除了哭跟笑 其他都沒有辦法幫你做決定 親愛的投資朋友 那麼這樣的投資顧問 能不能帶領你操作 甚至我就必須要這麼說一件事情 那麼互盤到底怎麼互 而且互了為什麼會成功 不是等收了盤才講 我今天盤中就已經在非凡連線告訴你 我在昨天的股市現場裡面 就已經給你點名了 各位看到沒有啊 就已經給你點名說 不然你就是所謂的公共建設概念股 要不然就是被動元件或者大立光啊 我在股市現場裡面就給你點名 這是什麼 台幣啊 各位看到沒有 今天最關鍵就是台幣一口氣大升了2.5角啊 這節目不是一般人在上的 這節目不是一般分析師在上的 我為什麼在昨天的時候 就幫你做好了所有的準備 然後呢準備靈活操作 因為看得懂啊 如果昨天跌下來 你手上一檔股票都沒出 今天漲上來也一檔股票都沒進 然後你進來你的電話變得靜悄悄的 我問你一件事啊 你這樣有參加老師跟沒有參加老師 沒有分別啊 如果這個時候都是只會呆落木機啊 短線你當然今天靠護盤啊 等一下我要告訴你怎麼護的啊 因為要看得懂盤才能夠幫你護盤啊 長線你將來要靠誰啊 我現在還要告訴你 千萬不要掉以輕心啊 你看這樣的盤面 你覺得說已經結束了嗎 我現在直接告訴你 各位來看一下 這邊左邊有個10189 在左邊這裡啊 10189這裡就是壓力了耶 親愛的投資朋友 還有這裡啊 10400點等一下我算給你聽啊 所以短線靠護盤 未來咧 我今天另外一個標題跟你啊 不是我家族成員的一起來看啊 我認為你還是要持股提檢啊 我認為今天的確除了全持股大型股以外 也沒有真正護盤 你說對還是不對啊 我說我一定看得懂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啊 我事前給你的股票 今天全部收紅 而且你想得到的股票 都是漲停啊 對吧 這個行情裡面 你要找到一個能進能退 靈活操作的人 而且我告訴你風險未除 等一下我會講給你聽 風險未除啊 因為這次是世界性的 不是只有我們台灣啊 也不是反彈一天就搞定啦 風險未除啊 你一定要找到一個 真正能夠看得懂盤的人 還要幫你持股提檢 趕快趁這個時候那麼 你要我講那麼白嗎 趁人家一定要護盤的時候 趕快調整你手上的持股 做好所有正確的動作啊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你能不能看得懂盤保護自己啊 交給我們啊 交給靖哲好不好 我相信我現在要跟你講的 只是要你信任我 相信我信任我 相信我 我可以做的比別人 比你自己更好 你如果有這樣的信心的 麻煩你想辦法跟我們聯絡啊 因為接下來這段VCR 我相信全台灣沒有一個分析師 播了出來 關鍵時刻 關鍵時刻 10月3號的時候 當時的台幣來到30.6元 當時的台幣來到30.6元 等一下再看電腦好了 來到30.6元的時候 昨天漲到31.12元 我說不對 台幣一漲上來 台幣一貶下去的時候 台幣一貶 你手上買股票 換成美金就賠了 就賠了啊 所以外資一定會賣啊 我是怎麼叫我家族成員說 我要保護你的資金 趕快先撤出來 各位來想想看 10月3號到現在為止 是這麼長的一段距離耶 各位啊 從107.18跌到97.90耶 整整400多點 而且這個時候 我還跟你講說 我們那支股票 是剛好從這邊買進去 這邊給它出來的 所以我講得很清楚了 所以我希望所有朋友 在敬責這麼誠懇的呼籲之下 你一定要保護好你自己 這一次不是你想得那麼簡單 也不可能因為一天護盤 什麼風險都沒了 你說對不對啊 你要相信那些一天護盤 就開始放鞭炮 這裡就是永遠的低點 還是要看到我這種所謂 循序漸進 慢慢來保持謹慎的人 我敢說啊 你手上還沒有最好的股票咧 我敢說你今天手上 還沒有漲停滿的股票咧 有出來的很多分析師 講的不是他會員手上的股票 我敢給你保證 因為只有一檔啊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誰能夠真的進退有序 下一次有風險又能帶你出來 能夠安全的又能夠帶你進行 我相信這段VCR 請你一定要相信盡責家族 請你一定要相信盡責團隊 這段VCR請你一定要看清楚 導播請 又回到原點 但是我覺得這次買的電子股 就這麼一檔 想想還是先退場安全第一啊 預防性 什麼叫預防性 就是大家都能夠做好準備 這很簡單 當有量能進來表態的時候 我一定有機會啊 但是為什麼跟你講說要防甩尾 請問一下郁靜光會這樣甩 他會不會甩一下 我認為下一根長黑 未來的一根長黑棒就是你要進場的時間點 我現在公開告訴你了 問題是你能不能忍得過去 最後的一根長黑棒就是你要進場的時候 可能兩根到三根啦 因為融資余額還在嘛 他做屬立的他一定長線短線都要賺 長線沒問題 我也可以告訴你沒問題 但是你不能亂亂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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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我們講得那麼清楚囉 各位看到沒有 沒有找對的人不是行情的問題 沒有不能做的行情 行情本來就會長會跌啊 除非你找了不會做的人啊 除非你找了看不懂盤勢的人啊 我說過啊各位來看一下 從剛才的VCR到現在 我們先講結果好了各位 從210塊錢到156塊錢的華新科 整整一張最起碼差5萬 10張差50萬 你不要跟我講 今天華新科有沒有漲上來 我們等一下再告訴你 從當時460塊錢的國巨到378塊錢 相差接近60塊52塊錢 一張5萬二十張是52萬 各位看到沒有6173的信倉店 那就更不得了啦 從70塊錢跌到多少 跌到49塊錢啊 那個幅度是超過兩支停板以上 還不是只有這幾支而已啊 各位看到沒有 在我的節目當中 我已經這麼明顯給你直接點名了 直接點名了 我能不能幫助你 我能不能保護你 我當然能 就看你自己啊 就當 就看你自己啊 短線靠護盤 護盤怎麼護的 各位今天護盤會成功 各位看到沒有來注意喔 一開始大家都說不會成功啊 因為國安基金不進場 我說國安基金不進場的話 請你注意四大基金 我講得非常清楚 四大基金以外還要跟誰 還要跟台幣做結合 我們必須要講一件事情啊 這一次我認為啊 新政府的護盤的方法 那麼當然是越來越進步 因為這次是台幣跟這個所謂的 護盤基金呢 一起動作 這樣子加起來的力量呢 也是非常的大 所以可能不需要國安基金進場 聽清楚喔 台幣因為升值的幅度非常大嘛 已經升值多少 2.75角 我看 現在沒辦法統計 我看是大概這兩三年以來 最大幅的一個升值啊 所以台幣升值這麼快的情況之下呢 你非買股票不可啊 對不對 你就非買股票不可啊 那他們買的就非常正確啦 所以今天一早起來的時候 我就知道說 對啊不要跑 知道沒有 因為昨天晚上 我就跟你講那麼清楚了 第一件事情先看台幣 台幣貶成這個樣子 其實我當時是沒有講一句話 我說如果彭淮南當總裁的時候 應該不會等到現在吧 果然 心裡頭的話 被我們新的總裁 楊總裁聽到了 各位看到沒有 總裁第一站非常漂亮 我就直接告訴你一句話了 當然以上 這個是很直接跟你講了 各位來看到沒有 這是非常清楚的情況 所以我希望所有朋友請你注意喔 現在風險真的還沒有結束喔 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各位看到沒有 來這個叫做大盤 這根紅K棒 攝影師照進來一點點 來這個大盤 這個紅K棒比黑K棒 唉唷 這根這麼大耶 上面還有個缺口耶 缺口的上緣10466 10400點 這個就是壓力了 各位看到沒有 你現在大概三四百點 你的股票不見得有機會 但是我認為那個地方 不會馬上出現 你要看到這個10189 10189 10189 唉唷天啊 才差一百多點而已耶 才只有一百多點而已耶 那麼這一百多點裡面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如果到了這個10 也就是今年的最高點附近 來各位看到沒有 大家今天又說沒事了 那昨天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啊 昨天誰在喊救命的 你啊 不要接了艙疤 忘了痛 而且輸了 輸了600點 贏了200點回來 這開心得不得了 這裡就是壓力了耶 我甚至可以告訴你 禮拜一未必有機會 每一檔股票都收紅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 來10月3號 我跟你說什麼 防甩尾預防性退場 就是你剛剛看到的節目 一直到10月11號的時候 還是這兩個字喔 每股大跌空手策略是正確的喔 然後我跟各位講說 為什麼用空手策略 有人說老師 那我們應該怎麼辦 我說告訴你一件事啊 可能是這種狀況 先下來之後再上去 各位看到沒有 所以呢 應該是這個情況 你說老師為什麼是這個情況 答案是 基本面真的很好 但是這一段時間裡面碰到什麼 碰到國際股市 碰到國際股市 碰到國際上的趨勢啊 還有所謂中美貿易之間的問題 中美貿易關不關各個公司 不見得關係啊 所以呢會很快速的往下殺 殺到什麼 殺到大家受不了 昨天融資退多少 100億啊 上櫃退多少 40億啊 100億 40億 通通損失耶 簡單講就是整個股市 最起碼輸14億 因為跌停板嘛 一天啊 140億的融資不見啊 就是你的錢啊 就是你們老師帶你買進去之後 沒有事前出場 你輸掉的那些錢 加起來一共 一共所謂的140億的融資裡面 14億 如果你用融資算的話 應該是28億啊 現在投資朋友 來這個家族有多好 你想清楚 以退為進 等老師出手 退其實是更積極的準備買進 更大的利空之後 就是最大的行情 當然了 目前為止 我當然認為說被動元件 因為實在是太便宜了 而且注意喔 等一下我會告訴你 它融資餘額已經大幅的減低了 所以在這麼大的節目裡面 我也跟你講 加上台幣一口氣升了這麼多啊 擺明了就是要衝啦 擺明就是要衝啦 哪些個股有機會 我相信你要想辦法趕快跟著我 但是我這麼告訴你一件事情 它並不代表這個行情裡面 就沒有任何風險了 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我講那麼清楚了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這個家族真的最適合你 我經過這麼多年的一個磨練跟實驗 我經過這麼多年的磨練 來幫助我們所有的朋友 我現在可以很直接的說一件事 我是來跟各位講說 我要來幫助你的 歡迎所有朋友 你現在手上的股票 今天應該是還沒有解套 請問不要再回去問你原來的老師 他會告訴你一定沒問題 結果呢 萬一又掉下去的時候 你就知道什麼叫一定沒問題 今天不是每一種股票都漲上來 各位啊 今天不是每一種股票都漲上來 你看一下好不好 這次也很紅耶 歡迎你想盡辦法跟上盡折 我們今天還是非常願意的 這幾天都在做這個工作 因為這是幫助人的工作 幫你做持股體檢 那我們做了什麼動作 非常公開的讓你來檢驗 全市場來檢驗 你打電話來檢驗都沒有問題 歡迎你想盡辦法跟上 真的能給你信心 讓你心熱的競爭 我們今天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看到明師為您 及時解盤 有機會得到彪火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 運達透過APP 貨電02-22781-0909 2781-0909 旋輪精細的刻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不分昼夜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斟酌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轉動過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運達透過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笑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透過永遠值得託付 02-2781-0909 2781-0909 我只能說今天的護盤呢 先還給台灣股市一個最基本的公道 但是這個基本公道一旦還回來的情況之下呢 就必須要跟著全球的股市來走 各位注意一下下 上海股市到現在為止 我必須要這麼說 還是全世界的脫油瓶 還在風雨飄搖 還在破底的過程 甚至是一二三四 現在進入第五波的一個下跌 還是跳空的下跌啊 各位注意啊 所以我一直跟你強調風險還沒除掉 台幣固然是強的 那是台灣的問題 但是台幣再強 哎呦 你要看到隔壁啊 隔壁 台幣碰到隔壁也很害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隔壁在幹嘛 隔壁在講這個啊 我們根本沒有這麼講 但是他們就是要這樣講 所以昨天為什麼多疊了這麼多 跟這句話絕對具有關係 各位還記不記得 我昨天把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還有所謂一邊一國 也拿出來跟各位來做比較了 我說這次我們根本沒有講 是你自己說你是這樣想 思維就是你這樣想 說奇怪了 大陸就是這樣子 也拿到沒則 但是至少呢 只能證明一件事說 兩岸的關係到目前為止啊 還沒有很突破性質的一個發展 加上我是不是告訴你說 各位啊 美國總統潘思啊 如果你把他的演講全文 全部看完的時候 你真的是會覺得說 中美之間的關係 其實是越來越糟糕的啊 所以我們一直期待說 是不是有更大的一個轉圜啊 各位啊 他從 你能講嗎 他從中國國家主席 我不講是誰啦 可以連選連任 等於說 等於說一直做到死啊 然後到了維吾爾族啊 這裡面你去看啊 到了新疆維吾爾族啊 末世人權關了一萬多個人啊 到台灣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到南海那麼開軍艦 跟美國差一點撞起來 這裡面你自己去看 然後一帶一路是要跟他搶生意啊 重批人權自由 重批欺負台灣啊 那這個是有關 所謂的5G上面啊 竊取美國的國家機密啊 影響美國選舉全部都講耶 所以你認為中國大陸跟 美國會現在一下就談好 我覺得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你看到今天的紅黑棒 你還是要想到一件事啊 這是國家給你的禮物啊 因為我們不能被人家呜呜 被人家講說啊 你是這樣我們就承認吧 你懂我意思了沒有 所以包含了 他說我們是這樣我們就承認 這是不對的啊 雖然我認為啊 說不定啦 我們必須要這麼形容一件事 因為這次的美國政策 非常困難去判斷 因為你的意思是可能 也有可能你在台海軍艦 也有可能不軍演 你看 他不知道了 我只能告訴你啊 川普說 美國跌下來是期待已久的修正 期待已久的修正 應該是這個樣子吧 台灣會不會也這樣 不要說太高啦 但是原則上 但是我認為喔 今天還太早 你知道沒有 所以我跟各位講說 各位注意一下下 這行情還不是空頭啊 因為這種叫做甩盤啊 所以這行情仍然不是空頭啊 但是你要先避開這一段 先退再進啊 對吧 先退再進 感覺大不同 你是不是跟對人啊 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 先退再進 感覺大不同 各位看 來 上個禮拜五 我還是告訴你說 還不是進場的一個時間點啊 到了昨天的時候 我跟你說 股市現場的時候 我已經開始正式在講了 來 只要台幣能夠升值 我就會幹嘛 我就會幹嘛 我當然不可能去買台灣高鐵 我又不是要 台灣高鐵是拿來做來玩的啊 你有注意到這件事情發生了嗎 國巨 光國巨啊 大家都說融資太多了 剛好這次出現之後 融資一口氣 降了1040張 號稱多少 4.1億啊 開玩笑 4.1億的人就這麼跑掉了 這全部加起來 那麼至少超過15億啊 包含華新科 何生堂 以及達方 達方少了4856張 各位來看一下 第一個先工漲領的 反而是達方 所以現在跟基本面沒有關係啊 現在最重要的一點 基本面當然是未來是有關係的 現在最重要的一點是 誰的融資砍得多 誰的籌碼能夠穩定的話 那當然就是他往上漲了 所以請問這次 我有選華新科嗎 還要講這麼仔細嗎 你覺不覺得我每一個數字給你的 都非常具有力量 因為這是金額最大的 這是張數最多的 所以各位來看一下 每一次的狀況真的都不一樣 你一定要找到一個可以信任的人 這是百分之百 帶你進場做多的 這是百分之百 帶你進場做多的時刻 是8月13號 進了之後 請你記得一件事 我一定會帶你出 華邦店 也就是華新集團 那麼抓下了所謂的家邦 我說這個地方 國際搶輸了 這時候一定會往上衝高價 衝高價之後呢 記得一件事要賣 要賣 對不對 現在的投資朋友 你這時候如果有賣出去的話 什麼事情都非常的容易了結 314塊 一直到10月9號 我還是告訴你 不是進場的時間點 就在這裡 自己看一下 這就是每一個 你看到沒有 12345波 我剛才用上海股市告訴你 也是12345波 那你要不要避開這一波 這其實沒有很困難耶 各位看到嗎 1 那2是不是往上漲 3 4是不是往上漲 5是不是要避開 將來才有所謂 A波完了之後 換一個B波上去 這是很自然的現象 預防性退場 每天都跟你講 預防性退場 2怎麼時候做的 3你看過了2呢 7月27號 7月27號 7月27號上去的時候 總之7月27號做了 是不是很清楚 這一波就這麼上去 7月27號在這邊 把它賣掉了 所以每一次都是 非常清楚的一個情況 我這邊都是非常清楚 來跟各位來做最重要的一個交代 而且呢 這段時間裡面 縫離發電應該是很重要 等一下也要注意啊 這波行情假如真的穩定下來的時候 風力發電你還是要注意喔 為什麼還是要注意 因為這是國家的政策 今天會 不能講那麼白了 還說太白不可以 知道沒有 禮拜六日我們 台灣也要幹嘛 也很熱鬧 美國要選舉 台灣要幹嘛 你現在聽得懂了沒有 所以不能太難看 美國也不能太難看 所以親愛投資朋友 只能這樣跟你說一件事 你看包含像這個上尾也是我帶你做的 上尾也是我帶你做的 所以看到沒有 這個包含10月3號的時候全數獲利 我今天來 你看別的人都跟你講 我哪一支股票 標股趕快買 說你要是趕快買的話 你有沒有想過前一段時間都說 這個叫標股啊 那現在怎麼辦 現在往下 大盤沒回我以前 你在那邊找標股 是找自己麻煩 你要注意到一件事 今天都是低檔的股票上來 3105的我冒那種低檔的股票上來 不是那種標的股票上去 你要想清楚 當然這些來持股提前 我都會講給你聽 我現在沒辦法一檔一檔講給你聽 時間是有限的 不然節目費你出我 所以我說過 找一個看得懂盤的人啊 長線你要靠誰 你要靠誰 你要靠誰 交給我們盡著解盤 千萬不要掉以輕心 別人給你粉飾太平 我還是要告訴你 一分風險說一分話 一分證據說一分話 歡迎所有朋友 找對的人 我們今天還是跟你講 如果你要跟我們上來 很簡單 吸收會期 拿舊的不好的會期 換好的 真正能夠先退而進 能夠待進待出 真正好的會期 靜澤在這邊等著大家 開門 總結束 很後悔 正好 希望你有些人 沒有人 沒有人 你的好客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